大家好,我是桑普,欢迎大家来到桑普论证这个节目 来到8月14日的晚上,希望大家继续支持桑普频道 comment like share,subscribe youtube,patreon,看完广告和利用superthanks的功能 赞助课金币本人,多谢各位 我们继续讲关于习猪头,很久没说过他 我想整个月都有,习近平这个问题 为什么说习猪头呢?是因为where is she? 这个是一个大问题,他去哪里呢? 我会告诉你,三个大字,北大河 但是网上传得很重要,又呱老衬,又被人买起,又被人取代,失势,那些画像被人拔下来 什么都有,详情究竟是怎样?我又怎样分析这件事? 同时候,中国最近发生什么状况呢?而习近平真的没有危机呢? 如果危机在哪里呢?这一节我会和大家讲一讲 首先,我要一个headline先的,习近平绝对不是死了的 亦是继续成为,继续是独裁者来的 12年不变,继续会一段时期不变 我经常在节目都讲的,我不是想就他死的 没有习近平哪有分裂的中国 我们希望习近平继续执政,就可以永保安康了 不要永保的,他都会死的,不要永保的 即是保安康一段时间,始终这个地方对于我们香港来说 他对台湾来说都是相当有帮助 大家知道7月15日至18日上个月三中全会 网传当时就说习近平身体不惜缺席会议 又说他当场就暈倒中风 那我们当时就做节目就说是肯定假消息了 那之后呢,这些传他死亡的消息呢,继续乐意不絕 那首先就说呢,他很多亲信外访的时候呢 外出访问的时候呢,视察,没有提过习近平,很古怪 第二样东西就是说呢,有些宣传,宣传画,有习近平的图像 你突然之间把他拔走,又很古怪 网上有传,铁路部门,外交部门呢,两个部门都是 全部员工放假,这个是一段时间,放假两个礼拜 那这个讲法基本上是不公自破的 那外交部门呢,其实不是放假两个礼拜 是暂停这个例行记者会 为什么呢,是因为呢,8月3号开始,去到19号 就是现在进行中的,就是北大河的休假和会议 那通常每年去到这个时间呢,很多外国记者去到北京呢 其实最开心的,就是不需要在北京呢 要采访一些采访的,就是收那些通稿 或者收那些不同的消息,就可以去北京外的地方去采访的 所以这两个礼拜,暂停外交部的 例行记者会是通例,并不是假的东西 呃传,遥传就说呢,外交部全体员工放假两个礼拜呢 是假消息来的 那么铁路部门,这个放假两个礼拜都是假消息了 有些网上传言,比如12号的时候,北京地铁1、2号线全部停洗 淮油密云线的列车全部停洗,市交铁路部分的车车停洗 天安门要预约,才可以进去参观 那么这个地方呢,就是这么说,但是这些停洗呢,说实在呢,例行公事 就是这些是三不五时,就是这个叫什么呢 随时随地都会发生的事情,那以前什么水灾什么都会有这样的情况 所以我不会觉得这个情况令人很诧异的 OK,那么还有更离谱的就是说呢 网上就说北达河会议是,8月3号 就是蔡奇,看望休假专家,之后就开始休假 要看望休假专家,experts,然后休假,大了那些常委 中央政治局的常委,去到这个北大河岛休假 那么这段时间呢,很多的曝光就会减少了 就是譬如说呢,在这段期间呢,两个礼拜以来呢 习近平呢,就是没有在这个人民日报 解放军部的显著位置呢,显示出他的名字出来 这件事呢,我想都是,应该这么说了,是惯例来的 你看看去年的三个,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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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个 去年的这个北大河会议,都有这样的情况 好了,整班人不出声,其实怎么样呢? 盲着来看大家而已,是不是? 那么你认为他死了,很可笑了 那么我等一下讲一下,反驳的理由是什么 那么,这些呢,就是那些人讲的例子 甚至说呢,习近平呢,已经死了的了 啊,之前呢,他见这个,出席这个是越南 这个去到越南,去到河内 去调宴这个前越共的总书记 刚刚过世这个阮副总呢,那个是他的分身 OK?真正的本尊已经死了的了,那个是假的 其实讲这些话的人呢,那就是,很简单而已 他讲这些是全部是self-proving的一些自己的prophecy 我不认为这件事是真真正正,事实是这样 那么,很多的事情,譬如说,7月18日他调宴远负重 OK?跟着呢,7月20日调宴远负重 7月18日就上央视,7月29日 他就见这个意大利的总理梅洛尼 另外呢,8月18日,即是在四天之后 他会接见刚刚新任的越共总书记苏林 他是公安部门出身的,这个苏林 他是成为了越共的总书记兼国家主席 那么他就来这个北京参观 那难道就是访中而不见习吗? 你想想,不可能 他第一个上任党总书记之后 第一个出放的国家是中国 而这些国家,习近平不出来见 那他不会把这个东西抹入双方的线 不告诉大家,习近平是通常的惯例 保持一些弹性 但呢,基本上习近平已经约定好跟他见面 我相信四天之后 习近平就会弹回现实 虽然说北戴河会议 整个休戒到8月19日为止 但是习近平可以提前出来的 所以我想这件事大家就拭目以待 我想这个机会就非常高 那有人说,他不是北戴河会议 是一个罢免习近平的会议 8月9日一帮休戒专家 即那些碳世界的专家 就是结束 但是常委高层仍然留在北戴河 而北戴河变成一个罢免习近平的会议 我想这些真是想入非非 而更紧要的地方是什么呢 就是说呢 有人传北戴河会里面 中共军委副主席张又俠 控制了习近平 而由中班主任丁薛祥 取代了习近平 成为新任的中共党总书记 你讲这些话就是暂着说话不腰筒 那讲这些说法呢 第一,没有公布 第二,没有异常 而你这样的说法呢 基本上是 为什么会有这样的说法呢 其实最根本的原因 表面上很多外面的人不想得失人的方式 就会说民众不满 天下苦秦久矣 天下苦习久矣 累积度最高点 因此反叛声音用来宣洩不满 再加上三中全会讲经济一直延迟召开 美中的问题没有解决 再加上政府是不透明 专制独裁的特色 流传负面消息 快、广、不羁 因此导致到 没有出面澄清机制 大家不敬而走的谣言 为什么呢 我想是不外乎 有一帮人很想做停床师 很想做偷窥狂 希望用这个方式说 我是太监 我在宫中听过 他们行防的情况 于是乎 这个就是太监 亲身听到的 你听不到不要紧 催就行了 那为什么催呢 钱 流量 点击率 所以海外有多少 所谓的中国民运人士 或者一些异见人士 whatever you say 那这些人呢 就是专门做一些假消息 很多钱可以赚到 那我就在这个地方 希望我不论这个点击有多高 我只是告诉你 这些不可以成为一个 大家发生的议题 我们很认真看待 就是我评论 中国的政情 绝对不是说 是用停床师 猜当 吹 然后乱去幻想 胡偏乱造 胡说八道一番 而是有多少事实 讲多少分事实 有多少推论 讲多少分推论 有多少道理 讲多少分道理 希望大家明白这件事 那这个是 就是很基本的一个形式 希望大家要有 好了 在这个大前提之下 我们看回 最近 礼拜一 求是网 有一篇 四千八百字的长文 他写了一篇 叫做 邓小平 《科技思想的历史贡献》 他是来自最新一期的红旗文稿 作者就是何欣和原若南 他说文革后科技突飞晚进 不断发展 有赖于邓小平 撥乱反正 尊重知识 尊重人才 跟着就是说 邓小平当时被毛泽东 曾经起用的时候 即是73至75年 最后毛泽东病的时候 基本上是全面整顿 促进科技发展 那当时所谓四个现代化 是周恩来 邓小平那些开始推先的 后来去到 十一届三中全会 七八年了 今天继续将这件事说出来 后面加过四个基本原 四项基本原则 大家知道 永远紧跟一党专政路线 就是西单民主 詳毅精神 大家知道这些全部都是历史 我只是说的话 整篇文章 只是提过一次习近平 就是说他说 科学技术 是第一生产力 亦都回应到 习近平不断说的 就是新质生产力 就是第四千八百字的长文 只有一个地方提到习近平 罕见 很多的 譬如自由亚洲电台 将这件事成为新闻 那我呢 就是怎么看呢 这个就是注入第二点 第一点就是说 习近平没有死 他应该在北大河休假 OK 第一点我说这件事 不要常常说他死了 失势 被夺权 变成华国锋 变成林彪 No 华国锋当时候 即是暴补中多一句 华国锋当时候 捉了这个四人帮 很长一段时间 短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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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短 说出来就是什么呢 哎呀北京呢 有所谓三公一那的蟹 龐蟹 就是死了 那就是三公一那 就是说四人帮 用隐喻的方式来说出来 而且这些东西都是由官员满的 而不是那些KOL在吹的 OK 完全不同的 第二件事呢 你要知道就是说 譬如说在这个林彪事件 有些很长的时间 好几个月时间呢 掩住这件事不说的 所以我就说 如果真的死了 第一 你不会是 绝对不是7月29日之前 因为最近一次露面 应该7月29日 建梅落来 之后呢 他有发过一些新闻 在那些片段 你可以说他假的 你继续可以说他分身 替身来做 好了 但是呢 8月18日 建桑林 再次验证到这件事 所以很多人 就很想习近平死 wishful thinking 凌鸡了所有的事情 而更根本的地方 如果你要辨别 究竟是不是真的有政变 有几个重要的指标 譬如说 北京的街头 是不是有二样的变化 安保力量 是不是突然增加 第二件事就是 这件事没有 是没有突然增加 刚刚说的地铁风 然后全部人就是 好像坐困仇成 没有这样的事 可以 坐困仇成 但是他不是全面的封控 OK 没有突然之间 很多变化 譬如周文明一死 一定很多军车出入 因为新的权力 没有稳固 所以他一定要 避免他的政敌 来奪权 你可以看到这样的情况 第二件事 政局的移动 和媒体的宣传的基调 有没有变化 看人民日报 新华社 就是 央视 有没有一个基本的变化 而外交有没有明显的动作 看不到 是不是 譬如说最近这个王毅 去见伊朗外长 依然都是 对方伊朗外长 继续讲习近平 整个报道都说 习近平的事情 习近平没有去 就是王毅 就是建伊朗外交部长 建伊朗外交部长 那之后呢 也都有其他的功能 比如说 批判 美国民主基金会的白皮书 展开大批判 也有讲过习近平 所以你说这件事 不是说习近平消声力直 没有这件事 OK 你叫一 他不是 老二 不是那些 四人帮 或者那些 林彪 我说是老大 当时中国 林彪死的老大 是哪个 毛泽东 那当时 四人帮死的时候 哎呀老大 起码真的有权力的老大 是哪个 华国锋 光东兴等人 对不对 尤其是华国锋 所以就说 不是老大死 如果老大死的话 很快 会出现一个政治危机 你看苏东坡都是这样 这个情况就完全不同 如果你用这件事 比喻的话 是言不及而 第三个就是西方媒体 和情报机构 有没有说 有没有变化 这些事很容易 不敬而走 西方 欧洲 日本 美国 一定会有些情报机关 或者有些人 必定会说出这件事 你不要你拜登多废才行 起码就是说 有关他们的身体 政变 传闻 会有曝光 这三个指标都不存在 再加上很多人 继续热捧习近平 你看张又合 张又合 就盛传在北达河会议上 生禽习近平 全惠丁舍 那张又合在哪个地方呢 他就在这个文章上大写大名大放下 他说 学习贯彻习近平抉择部署 以习近平强军思想为引领 必须深刻领会 习主席 决心意图 始终做到与党中央习主席保持高度一致 你看这些说法都是最近在这个发表的这个文章里面 就是去表中的 这个表中基本上是没有打折扣的 一样都是如此 无所谓的这个问题 所以大家不要有习近平松动的错觉 保持理性的批判 不要因为自己很wishful thinking想他死 所以说就他死 你可以就他死 但不要说他已经死了 你可以就他死 和他已经死是不一样的 OK 就是这个是基本的原则 OK 那接下来 就看回了 刚刚《求是》 某某某某一篇文章 刚刚讲过了 四千八百字的长文 邓小平的科技思想的历史贡献 我就说这些文章 很多人就说 喂 他的曝光率差了 那我有个论判叫齿班名夫 就是含乘量 不是就是含L 是含乘量 含乘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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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乘量 乘量 含乘量 是少了的 那以前呢 譬如1963年的上半年 人民日报的含乘量 含乘量 是少了的 因为1962年有什么呢 七千人大会 然后呢 毛泽东就退居而善 所谓退居而善 刘少奇做国家主席 所以人民日报当时的含乘量 是少了的 那现在有没有这样的情况呢 习近平失势 你看看 邓小平科技思想的历史贡献这篇文章 含乘量 只有一次 算是什么 哇 很多人看到这些情况都很严重 譬如说最近人民日报 解放冠军报 在北戴河会期间也少了 我想说呢 第一 如果是单一一篇文章 你不可以成功的趋势 你这个趋势 起码都要持续 起码两个星期 三个星期 四个星期 五个星期 差不多一个月的时间 你才说明我才知道 有这样的情况出现了 看回习近平执政12天 这种低潮期 多不升数 之后弹起身的 所以大家如果用这件事来说 习近平已经持官归顾你 不行 甚至有人说 习近平的权威 已经没有削弱 我也不同意的 习近平之所以这样做 不外乎 两个目的 一 推卸责任 即是说 今天水灾 经济不好 美中关系 不要一日聚取其他人 躲在一边 看看大家 要骂的 你不是骂李强 李强 李强是没有官星 郭务院总理 做一只狗一样 我叫他咬谁 就咬谁 王小雄 公安部长 没有做政法委 叫他咬谁 咬谁 两个什么 浙江邦 浙江新军 就是这样 有些人说 是不是这两个人 故意弃弄习近平呢 不是 这两个人管不着 刚刚讲这些文章的发布 这些文章的发布 完全是中宣部 网信办去管核 和国务院总理的职权无关 他只是执行者 和所谓的公安部长 有没有必然关系 OK 所以不要说 我们就说 这些人 去斗习近平 不是 我想说 就是 习近平退高一线 是他站在更高的角度 推卸责任 喂 不关我事 这些人做的 就是低调些 成为了 你们埋怨的时候 所以找 代罪羔羊 而自己最想起 就是 最后先出场 就成为了 拯救万民的救世主 另外第二种情况 就是引蛇出动 什么引蛇出动 喂 那你这班人 啊 就是觉得我不在 我看一下你什么反应 啊 是不是在说 你强奴黄小雄得势了 看你吹到怎么样 在外面的KOL 外面那些 网上那些赚流量 那些中国文运人士 或议议人士说的东西 去回国内的官场 或者流量 或者各方面的东西 有没有人在那里 吹捧这些论调 有没有人跟风 之后呢 想想推倒自己 看回哪个人 是低级红高级黑 露出他们真面目 其实做的事就是这么基本 其实到今天 他是牢牢掌握有关的政权 我绝对不会怀疑的 但 问题都在这个地方发生了 因为为什么呢 习近平呢 今时今日 你说他 是啊 他是Dictator 好没有移民 是独裁者 OK 即使你那个 邓小平的翻译 中国与全球化 智库 就是这个CCG的副主任 高志凯 接受半岛电视台英语访问 就是这个Medi Raza Hassan 哈桑的访问 那个访问呢 我觉得哈桑是表现很好的 虽然我不同意哈桑说呢 哎 就是 把Trump暗喻成为一个独裁者 就是这样 就是左派的观点 我先不讨论这件事了 我就说哈桑 整场三十几分钟 一直这样 要当着高志凯问的问题呢 入狱 而且哈桑做足功课 Fall up的东西 打蛇徐君醒 打蛇打七寸 很清楚打到呢 即是高志凯的痛处 而高志凯呢 赞发这个高级五毛的标准来说呢 在共产党的训练里面呢 有些表现呢 我觉得 你说哪里很差 但是五毛来说 表现相比较好 英文 反应 答的东西 当然他老了一下 爆了重当 因为贪腐问题而落马 甚至没有说一些 完全错误的说话 即譬如说 你讲到是英国的问题 即是说 是英国 你是英国公民 你就需要支持君主制 你不能说不 那他就交给哈桑说 No 他说好了 每个国家都不同的 那他懂得如何弹出弹入 起码懂得弹出弹入 好像那个九品芝麻官 就是那个方堂镜一样 都懂得弹出弹入 他都懂得这些东西 另外你譬如说 你不要要求那么高 你要求要100分 他起码合格有余 我觉得 在共产党的眼中 不是在我眼中 他在我眼中 零分 但在共产党的眼中 起码合格有余 就是回到他 你想不想召费呢 我觉得在共产党的论述里面 他很基本 你找哪个人 讲得比他好 你中国说出一个人 讲得比他好 是吧 因为他们的论述 就只能够讲官方的说法 好了 这些这样的说法 我就说了 有些人在讲这些东西 那你说了 习近平的权威 有没有受削弱呢 他含责量是低弱 但他可能是推射责任 或是引蛇出通的策略 习近平的权力依然稳固 这是第一点 第二点 稳固得来 下面呢 是他稳固的权力 好像站在他党的操控里面 是很强 但是下面的cracks 开始爆 而这个cracks爆 是需要一个时间的 正因为他这么牢牢掌握 整个史太林 和毛泽东那样的款 使得下面的cracks 一旦爆起来 当时执政的人 无论要继续硬下去 或者要软下去 根本上这个cracks 会显起一个大的风暴 而这个风暴会怎样变化呢 没有人知道的方向 再看回当时的国际形势 和中国的国情来看 我自己就不太看好 中国人的抗争而至 你看我的节目 我可以听到的 看些cracks 正在动 我说三个围道 一是文变 二是政变 三是兵变 先说文变 最近中国在杭州的外送园 有所谓的集结暴动 登上微博的热手 好 这一点呢 在8月12日 是一个小区 共产党很喜欢小区 我们叫社区 它叫小区 是苏联的 苏维埃的影子 在杭州其中的小区 有外送园 送东西 是不是 以前送到那个地方 不过意踩脏了社区 即小区里面的一个栏杆 踩脏了栏杆之后 物业保存 物业保安 就出来 就说要他下跪道歉 就立即下跪 整个东西拍一片 登上网之后 整班的这个 外送园的不同的团队 集结在这个小区 和物业保安里龙 那物业保安的一班警察来了 OK 那于是乎 这班这样的外送园 又在抗议 又在唱国歌 慈拉 就是 这些是 侮辱国歌 就是要不愿做奴隶的人们 就是我们一定要抗争到底 我们只是打着红旗 反红旗 接着那些警察呢 是保护那个 物业保安的头头 离开一个现场 然后被那班 就是 蜂蕁而来到现场 帮拖那个外送园 去抗争的这一班 外送园团队呢 扔水樽 扔责物 那你说 和英国暴动比较 就是多个月 那就是完全没有伤害性 扔空的 保护瓶 那些什么 这个前例之下 就是和警方对峙一段时间 这只是小的冲突 警方只是说 我们会大事快事 小事化木 一人让一步 以后呢 你不能叫人下跪的 以及你呢 以后不要踩命你的东西 听得明白 搞定 但是双方的怨队 就是这件事呢 由民间的对立 变成了官民的对立 而这种情况 杭州是这样的 其他地方会不会继续上演呢 无日无知 可以这么说 那这种情况 会不会演变成大的动乱呢 不会 所以我认为民变机会不高 但是那个躁动很大 就是说人经济不好 你今天有一群猫猫 你饿它10天 20天 突然之间 扔这些东西又抢 就叫猴琴 一起抢东西 那你要说 不是猫猫的 一群人在这 你真是 你折磨都很久 让它们被动物园 几天不让所有动物食 你先不让狮子和老虎吃 那它们在这儿想挣扎 那么这个挣扎的盲力 是没办法去估计有多少 但是據我讀歷史所知 1958年至62年 大饑荒3000万人以上 有些人说4000万5000万 6000万7000万人死亡 那么多人死亡 饿死 最惨的死法 不是一刀痛挂你 不是一刀痛挂你 不是一条绳吊死你 不是推你下楼 饿死你 观音讨 这帮人死了 最后没有报仇 继续忠义 毛主席 一切的罪恶是刘少奇 挺有趣 所以中国人是一个 这样的民族 六四杀这么多人 OK 接着看天与地 你就知道 这些民族是什么情况 接着你说 我是大中华交 大中华一定会奋起 大中华一定会奋起 我就说 我在台湾读书期间 我知道 一个社会和国家 是由人民组成的 OK 即是你是由 所谓下而上 去组成的 而不是由上而下 组成这个国家 所以说这帮人 完全用大中华思想来看 这一出生 就是追逐一个大中华的迷目 复兴也好 光荣也好 觉得我们要贴在这个地方 我们才有 Mission 才有任务 各位 这种迷梦 是要散 因为大中华这个地方 是一些掌权者 创造出来的概念 或者是一个 借用梁启超在1911年 创造出来的概念 之后做一个宣传工具 凝聚工具 动员工具 是一个江湖交水 为谁服务 掌权者服务 以前如是 今天更加离谱 所以我就说 放宽个心 OK 不要做一些top down的事 OK 这个是我们最 需要大家注意的 好了 这个是文变 我觉得很难整得起 但是你说 官变 即所谓的正变 当然要看蔡奇 丁舌祥那些 相信他们比较难 因为他们受秘密监控 但是你说 最大的问题是哪里呢 就是下面的官员 贪官污吏 地方层级 腐败很严重 广东省惠州市 惠州省桂阳市 河北省唐山市 高官成群结怼 落马 是撻方式 就是嵌山泥息的腐败 惠州市委书记 和他整个常委 总共有十个人 七个人要落马 涉案 而且连续三任的市长 包括李雨球 麦教猛 和陈奕威 都要落马 跟着 贵阳市 连续四任市长落马 最近这个叫马宁宇 所以四任市长 就是李栽勇 刘文新 陈颖 和马宁宇 唐山市四个月里面 十个省管的干部 是被查的 不但今个月初 8月1日 钟石油的前董事长 王二林 退休四年了 被人翻炒 翻炒 开除党籍 所以这些官员 只要不是高层的地方 在中层 是一个涌动 即是说 他随时 会被人开刀 那你知道 这个和习系 和非习系 无关 习近平连自己的人 即是你说那些 什么鬼呀 秦刚 李尚福 自己 亲自任命 亲自指挥 亲自捕树 都有眼无珠 原来只是反自己 或者他是贪腐严重的 何况这帮人 所以我想就是说 这个呢 看到那个情况 开始有些官员不满 但他们没有枪 他们没有军权 第三方面 就是说兵变 兵变 是不是容易呢 不容易 习近平 即是我想到 你想到的东西 习近平想不到 他觉得 要做田坤大落儀 什么意思呢 共军有五大的战区 他们战区有司令员 经过这个最近的 习近平的军改之后 其实这些司令员 已经没有独立作战的一种 能力一定要全部的权力 归于军委 跟以前的军区很不同 以前军区呢 可以做自己生意 就是卖自己的东西 卖烟的卖酒的 走私的 什么都可以 现在固然都是这样 但是你要做的事 更加要小心 和你分的方法不同了 有 但是不同 分别就是什么呢 现在的战区 就是东南西北中 五个战区 他们每一个額头 就是司令员 司令员换足三个人 而不是三个人走 是有些人对调 比如说 南部有一个原先的 这个司令员 叫做黄秀斌 就参加了吴雅南 这个原先做这个参谋部的 总参谋部的副参谋长 那黄秀斌去哪里 不知道 那么肯定吴雅南 就做了南部 但是有一个对调的 比如北部的情况 现在就由黄敏做 原先他是服务中部战区的 现在变成北部的战区的 司令员 另外中部的战区的司令员 就叫黄强 他原先是北部的战区的司令员 可见这个就是真正的原因 就是说北中两个地方对调 那么为什么要这么做呢 肯定是和毛泽东 1973年 还记得有个历史吗 毛泽东的晚期 当时有十一个军区 将其中八个军区的司令员对调 这些学习赵康人的方式 就是怎么样去将一些不同的兵 不被将所管 而将也都没有办法长期拥兵 没有办法拥兵 就无法自重 毛泽东的名言 就是这个地方太久不行 搞久了 油了呢 什么意思呢 搞久了 搞久了 油就是很多油 很多油 油了呢 搞潮了 油了呢 很多东西 猫泥就会出来了 这个是正正他为什么要这么做的原因 OK 所以你说调完之后 那是不是等于军队现在想叛变呢 没有 所以我就说 无论你从文变 政变 和兵变去分析 习近平都应该稳如泰山的 如果你有不同的意见 你可以反驳我的 但是我只是基于客观的事实 作出这样的推动 换言之这个重要 那接下来11月5号 又是美国大选了 那美国大选之后呢 亦都是美中关系化的新牌 那在美国大选之前呢 其实呢 我觉得危险了 什么叫危险呢 拜登这样的款 喂 民主党人都觉得他没有资格 不够格 去继续竞选下去了 那他现在是不是一个 丧失民意基础的一个呢 总统啊 而且他本身 你都觉得他 精神上 体力上不行 那他为什么还在做总统 做到1月20号呢 这个问题是 不只是我看到 你共产党都会 中共会看到 俄罗斯会看到 伊朗北韩全部都会看到 It's really bad 就是这种 coup d'etat 就是这个政变 against Biden 就是民主党内斗呢 其实很噁心的 你问我是很噁心的 这样不只是噁心的 是对于美国 和自由世界安全呢 是有影响的 我希望大家都明白这件事 当然啦 中共之恶呢 是必定会毁灭的 最近我帮一个人呢 一本新书写一本罪的 出了书之后 我把那些原文 放回在Facebook 跟大家分享了 我说 共产党为的不是钱 你经常都觉得 共产党全部为了钱 no 起码共产的高层 不是为了钱而生活的 它为了共产党实现一种 不是共产主义理想 也不是为面子 共产党要实现的 就是一种快感 最近有没有看到日剧呢 日剧就是一个叫 地面诗 大家很出名的 儿童不异 因为很多 就是小小色色 小小暴力 血腥的画面很多 OK 所以地面诗好像可以看 七集 希望大家很快看完 这个说得出 他真的做一个骗徒 他真正的快感 不是来自于钱 不是收了十亿百亿 而是来自于 你骗到人 杀到人 掠到人 害到人 那种快感 这种快感 就是你做事的野心 野望 你的决心 你的动力 你的目标 你的所谓的梦想 当然这个全部的野心梦想 就是邪恶的 但是共产党就是这样 就是他要的地方 就是征服 先渗透 拆反 统战 跟着呢 吞并 征服全世界 先对付香港 跟着呢 想对付台湾 所以我封口浪尖的 也想着 想去其他的地方 继续这样渗涨 你想一想 台湾不保 世界不会好 所以全世界都知道 台湾的地位 多么重要 刚刚讲的这个 从中共的野望 野心 欲望 的前提的分析 你就知道 台湾不能 示弱 灵弹 它是 深永 to many bodies many bodies 很多人都是 对于台湾 是非常 看重的 这一点是 大家要明白 也希望 我在这个地方 能做多少 都得多少 而我都会希望 在未来的日子 继续在这个地方 跟大家做节目 最多说一句 就是今天礼拜 没有新桑海神州 不得了的 结诗有诗 不得了 我想下个礼拜的时候 我们再和他做节目 我都不希望他太累 OK 我们下个礼拜 再和大家 在桑海神州 见面 这一集 讲到这里 下次再见 都不愿意 能给我们 亚光